8点的时候 原本在我们东北方的低气压 稍微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大约是 台北东北方大约是4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它会向西北溪再转偏西的方向移动 在明天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 但是目前我们看起来 其实整个环境都要增强的帮助并不是非常的强 那另外就是离我们比较远 第1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 这热带性低气压在未来也有机会形成轻度台风 预估在未来第五天第六天以后 就一星期以后 它也会类似的路径往浙江海面靠近 这一周天气没有那么的稳定 就今天直到年清晨 在热带性低下外围云气的影响之下 我们预估北部东北部会短暂的下一些震雨 其中可能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雨势 另外花东地区也有零星降雨的现象 但其他各地天气都还不错 但中午以后 中南部地区和其他各地的山区会有午后震雨 在下午后震雨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那时候明天白天开始 我们这边的天气水气上就稍微少一些些了 虽然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阳光 但也是提醒大家 明天清晨 但外围云气 还是让北部地区有些零星降雨的现象 未来几天所下的雨 会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到底这些热带系统 或是低气压 它们是怎么靠近我们的 它带来多少水气 影响我们天气状况造成的对流云气 是怎样的强度影响我们 会决定雨势的大小 这些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谢谢大家